是少有的 因为好不好是比较的嘛 不可以说我说的算 也不可以说领导人说的算 好和不好是比较的 那么如果经过比较 这里是最好的 给自己一个掌声 那么我个人觉得还不够好 因为好还可以更好 同意吗 所以最近呢 我就有跟总经理 马来西亚总经理 然后包括发展部的副总 有去沟通过 我们想说要怎样在南亚 当然这些是马来西亚区 马来西亚 这个马来西亚 那么要怎样 在马来西亚做得更好呢 马来西亚想不想跟别人不一样 马来西亚想不想拿第一名 过去一年多 我们已经从最后第二拿第二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那第二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啊 我的目标从来只有一个 从开始一上任的第一天 还没有上任的第一天 我在最高峰会议的时候 就讲要拿第一 我到目前一年多 可能我的能力不够了 不过拿第二也不简单 是不是啊 那绝对不是我 是你们 再一次给自己本身一个掌声 周讲的对 台湾这么多年 你看多么积极 还要鼓励我 Thank you 给他一个掌声 的确很多事情都是 凡事都是时间的过程 同意吗 不可能一 忽然间从这里 长到这里了 小孩子也不可能 树木也不可能 企业同样也不可能 它都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酝酿好 然后一飞从天 那么一步登天的有 去买多多了 哎呦不可以讲 人家品牌 坏习惯 多差 真的坏习惯 不要不要 习惯了 这里都是自己人是吗 都自己人 除非是说赌博的 他有一步登天 那么不是赌博的 他没有一步登天 凡事都是一个时间的过程 老实说 在过去的一年多 我们也还没开始 因为只是在酝酿 在做某些基本工 在做某些基础的动作 当然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基础从来都不会过时 五年后 十年后 我还是跟你说 基础的重要性 因为万丈高楼 从地起 地基不稳 那么楼再高 也会有倒塌的风险 是不是啊 所以Vivy是一间非常 讲究基本工的一间公司 今天我是这样讲 五年前我是这样讲 五年后我依然是这样讲 所以基本工是很重要的 那么如果说刚才 我们早上所分享的 前面几位讲师所分享的 各位都已经觉得说 市场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很难得 有具备一间这样的公司 能够配合市场上的一些伙伴 乃至一些市场上的生意人 能够合作达到自己本身的目标 那么就成如我说的 其实 它也只是在酝酿基本工的这个过程 我们还没有开始 大部分在过去的一年多 主力 主要的力量 都比较倾向于集中在 吉隆坡而已 各位 马来西亚有16间分行 这16间分行 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系统 并还没有正式的 去到那个地方 比如说 槟城 比如说 槟城的伙伴 比如说 孙埃伯达尼 比如说柔佛 比如说 马六甲 正常一点 正常一点 我们都还没有去 至少你还没有看到我去 偶尔去一次而已 是不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 发展部的副总 配合很多年了 这个副总 我必须要趁这个机会说一说 从过去在酝酿这个基本工的时候 在台湾 他就参与在其中 很多情况底下 我有我的工作要升任 我有我的岗位 要做 有些事情 有些计划 执行出来的 并不是我 当然计划的都是我们开会 高层 开会 讨论处 有什么东西能够适合这个市场 有什么方法能够配合到领导人 有什么方法能够让领导人更轻松一点点 我们都会去做 那么当然 计划 弹出来 需要有人执行 需要吗 需要的 所以在台湾呢 很早期的时候 很多的计划 都是由这位领导人 在我心目中 他都是一个领导人 来去执行出来 我相信在这里 马来西亚的很多的伙伴 都认识他 他就是谁呢 他就是我们发展部的副总领 我以为是照着他 这个是TED那个 不管怎样 很多人讲 台湾是我 我开发 或者是我打下来的市场 我并不认同的 一 肯定是90%是领导人的功劳 那么10%肯定有一点小小的 或者10% 大部分就来自于执行者 那个比较重要 是不是 因为再好的计划 如果没有人执行 没有人推动 再好的计划都没有用 同意吗 各位 所以非常幸运 我跟Eric沟通 把这个人抢过来 接下来 他将会在马来西亚 各位 好好的打一场 所以什么 在台湾现在目前来说 很多情况都已经在自动化 当然他需要有一系列的基本功 所以这一年多 在打基本功的过程中 那领导人越来越 找到那种配合的默契 是还是不是 领导人开始 进入那种状态 南亚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 本来就很厉害 他们在开发国际市场的时候 我们还在 我们还在 还在那边看而已 是非常优秀的 只不过在磨合和配合这过程中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酝酿 所以吉隆坡它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示范 你想象一下 打下整个国际的第二名 只是来自于一个吉隆坡 16件份行这样打下去 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说 那时候老板派我回来的时候 他是说 马来西亚是 台湾直销的业绩的三倍 今年就是一个最好的开始点 为什么我这样子 前排的领导人优秀吗 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也是已经跟前排这些领导人 已经有沟通过 他们目前已经是非常成功 在市场上 在组织建立上 在Reway里面都是非常成功的一群人 那么 小弟我也有开发市场的一些经验 包括刚才讲的发展部的副总 包括MK在印尼这么久以来 都有自己本身的经验 在吉隆坡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首先还是要先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very good的好 非常好的例子 那么我刚才讲的 这个black box 同意吗 它只是一个系统化在里面 进去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进去出来的结果是成功 台湾做到 每个国家都做到 吉隆坡已经做到 所以今年将会把这个东西 复制到全马16间分 甚至马来西亚 说大不大 说小它也不小 很多地方 只要有对的人 想要成功 想要改变 愿意扛起来的 那么领导人 我们会沟通 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就有一间分行 有没有可能 绝对会 这是后续会发生的东西 所以可能在当地的每个地方 不管你来自哪里 目前在马来西亚 就算是东马 只要有人愿意扛起来 那么我们的资源就会去到那个地方 这样算不算好 能够更好呢 不算 不算就不要就算 要付出代价了 各位 这两三年 就让我们好好地打一场 两三年就重新开始过 两三年就重新开始过 就是这样 所以我可能过去 这资源不够 不够到达到你的 所在的地方 我今年就会 可能不会一下子是六间 那么可能从六间开始 看那个当地的情况 当地的领导人 我们到时候再看 这是一个承诺 既然承诺了 今年它就将会发生 就在马来西亚 那么各位 再好的平台 再好的策略 再好的方法 如果没有下一个讲师分享的主题 所有都是空的 你相信吗 是这样的 给你再好的 给你再好的工具 比如说你开再好的跑车 Lamborghini好不好 好不好 结果你不会开 再好的也只是摆在那边看而已 是不是啊 所以再好的平台也是一样 那么它的主题 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两者有天大的差别 和天大的分别 那么这个主题 我就不解释了 不小心讲到它的主题 就不好了 那么这个年轻人 回来的时候 给我一个感觉 只是喜欢乱沉默的一个人 当时的感觉 所以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背后时常跟 跟你他们说 这个年轻人好像不可以 嘴巴讲讲而已 不过是事实上 我很少看错人的 不过事实上 对于他 我看错了 因为他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从那个时刻开始 他好像一只火箭这样 属于后期之秀的佼佼者 非常的厉害 非常的积极 不看问题的 甚至我的同事 每个都很喜欢他 每次都听到他们 在我的耳朵这边 讲这个人 讲这个人 多厉害 多了不起 要给他更多的资源 要帮忙他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甚至把我的同事 全部影响一个边 这个行业正是影响力的一个行业 当然同事们影响我还不够深入 直到有一个人影响我 那么我就觉得说 哇 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这个人在我心目中 影响我的这个人 在我心目中 好像神一般的存在 在台湾的一场 但是在台湾的一场 领袖培训 他分享完过后 特地这个人 跑来跟我讲 这个人 接下来要注意一下 因为未来 不得了 懂那个人是谁吗 那个人是老板 哇 他对他这样的评价就不得了了 是不是啊 因为那个眼神 那个的眼光是百发百中的一个人 那么他自己本身做到 身边的人对他这样的评价 所以各位 保持头脑开通 百分之百的开放 听听他到底有什么要分享 马上借助你们的掌声 邀请Tim Supreme Pegasus 6 Lester Lane 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感恩 我们的Mr.Ted 我们的陈总 给小弟有一个机会 在这里做一个分享 刚才陈总一直在讲 那时候我讲陈总 你可不可以快一点 陈总在踢他们那种 那种的 那种的程度是非常非常的够 真的我们需要给我们的陈总 多一个热烈的掌声 感恩 感谢 非常感恩 就是让我们的合得和能降的一个年级可以过到 真的真的过得我们应该我们想要的一个新年 然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想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两国一直给我们机会 再陪我们犯错了后再给我们机会的话 我们百分之一百没有今天真的需要给我们的大铃铛 Mr.Andy 和Mr.Andy 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感恩他们 还有非常感恩我的另外一伴 我的老婆 我这几年 在reway里面跟我一起度过 真的需要给我老婆一个热烈的掌声 我的爱人 没有我的老婆不可能会有在这里的Lester 我以前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我会讲我的这个过程 那今天我的主题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你看想要还是一定要 它是一个就是一条限制插包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市场上有没有人想要成功 大把人要成功 要不要成功 每一个人都举手 那真正用于付出代价 百分之一百去付出代价去成功的人 就是很想要的人 有没有 你看是不是小生一点 那个是小数的 那那里是什么是想要还是一定要 我先我先讲一点的 一个小一个两个小的故事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人在沙漠 一个人在沙漠 他很多天没有喝到水 很多天 差不多三天没有喝到水 然后他看到一瓶水 然后有一个老伯伯拿着这瓶水 骑着那个骆驼 骆驼 骑着那个骆驼 然后那个年轻人会不会跟那个uncle excuse me 你可以给我这个水吗 这个是讲他要 他会这样跟那个uncle讲吗 他百分之一百不会 如果他想要的话 他会过去把这个瓶水抢掉 如果他讲不到他就把这个uncle杀掉 然后把这瓶水抢掉 如果这个uncle把这个水放在camel上面 他就把这个camel杀掉 把这瓶水抢掉 所以这个就是想要的那种欲望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一个 比如说今天这里会游泳的人吗 会吗 不会游泳的人你会怕水吗 我们很怕水的 这个不会游泳的人 我不游泳的人 所以一个人呢 不会游泳的话 掉进去水的时候 他会 更紧啦 反正我不会游泳 我给他死吧 更紧 表示 他会这样吗 他一定会 奋斗挣扎 想办法 喊 如果有水在那边 他就会拉 如果 四天在那边 他就会把四天按下去 然后想办法起来 他会跟四天讲 excuse me 你可以救我吗 会吗 他百分之百不会 他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 想要还是一定要 他是 一定要 所以你看 想要跟一定要 他只是一面之差 那今天我想用我的故事 跟你们分享一下 吃小弟我的一个故事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他没有做rewear 到我做rewear 在从中里面 我就慢慢领悟到 其实对 在市场上以前 其实要成功 其实没有一定百分之百要成功 所以本身小弟我是一个 有读书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 有读书的年轻人是非常难搞的 然后就是那里读 在新加坡读书以前 在南洋玻璃 在是一个飞机工程师 是读修理飞机的 所以一个读书里飞机的人 你会给他来做直销吗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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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全部睡着了 他们讲放后睡觉的人 含尿病是很高 所以 不睡啊 所以如果一个有读书的飞机工程师 你的我的妈妈叫我来做直销 你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年轻人会来做直销吗 百分之一百不会 那为什么 因为这里谁喜欢直销的可以举手啊 比特举手啊 比特还在后面 我觉得他不喜欢直销的 你看我们看到直销人 我们看到鬼还要怕的 今天你看到一个直销人 你看到一个鬼 你会打哪一个 打直销人 所以我们非常排斥直销 包括我在内容 非常排斥直销 我那个时候也不喜欢 那个时候我就不好飞机工程师 过后我在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今天你看到我 你觉得 啊 Lester 是一个很乖啊 怎样啊 有礼貌 以前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年轻人 有多烂 都有多烂 有多糟糕 都有多糟糕的一个一个年轻人 所以那个时候 读到飞机工程师 过后在法国 也是有去法国留学 那那个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想要自己出来做东西 所以就不喜欢打工 然后我就去了澳洲 我在澳洲跳飞机 所以各位 各位 各位家人 如果今天有一个孩子 是一个飞机工程师 去澳洲跳飞机 你会怎样 四天王暴力的 打孩子的 所以 Joe 你会怎样做 应该头痛了 所以如此的 在澳洲一年过后 然后过后我就做什么 我就去了 我是在沙拉瓦 我就回去沙拉瓦 九年前的我 这个是 十年前的我 在沙拉瓦 拌杭阪 这个是叫干华米,在西部了 干华面 非常好吃 可是赚不到钱 所以如果如果你有一个孩子是一个飞机工程师然后去煮面你会怎样 你孩子死两次了吧 是你也是一直打孩子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是被我气到半生半死的后我妈妈也是跟我讲 你看我的样子你觉得我相信我妈妈吗 不相信 不相信我跟我妈妈讲你要骗人你还好去骗人不要骗自己的孩子 天打雷批的 所以很坏很糟糕 过后我做了这个,过后我还做什么 我还出来做巴萨玛浪 这个在马路加做巴萨玛浪 4天13次了孩子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非常的调皮了,但那个时候就很喜欢自己,很想要做生意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问我,想要还是一定要吗? 那个时候就是想要罢了 其实还没有一定要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自己出来做Event 我开始跟他们,跟他上Ice Cream 如果你们以前有吃过一个品牌叫Sangkaya 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买Ice Cream 跟他们买Franchise过来做的 那个时候,我四年,我九年前来俱隆坡的时候,我就带四百块 然后就开始跟他打工,巴萨玛浪 工钱钱二块,就开始跟他一起,跟这个老板做 然后就开始,两三个月过后,我就开始有几间店了 就开始找人家投资我做生意 所以这个在The Mines,Satia City Mall 然后这个在Berjaya Times Square 那个时候才23岁,就有几间店 然后,你看我这样的样子,你觉得我是一个乖乖的人吗? 非常坏的一个年轻人,非常高傲自大 非常目中无人 因为有读一点点的书,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然后,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然后懒惰 然后每天只做无作博,喝酒啦 做没有用的东西啦 什么啊? 没错 四天没赛 所以那个时候就非常糟糕的一个年轻人 然后很感恩老天爷 很感恩老天爷 两年过后,我在2017年 就是在Revue,我在家Revue七年 七年前,我就一无所有 我就亏了114万马币 那个时候我才25岁 一无所有 当然没有像 金利大哥这样够利,新币 他是欠人家新币 Andy是欠人家马币百多万 那个很够利 我是身上的钱全部不见到晚 那个时候债务累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我的妈妈就一直跟我讲Revue 当然,那个时候 然后我生意是办的时候 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打电话给我 妈妈跟我讲Revue,讲了三年饭 然后妈妈那个时候就问我 我妈妈是住在新加坡的 父母已经住在新加坡了 对我非常严格,妈妈打电话给我 死了没有 然后我讲妈,我没有办法了 他讲我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去新加坡 打工,做飞机工程师 你觉得我想打工吗? 我真的不想打工 我真的很想出人头 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那我真的想赚很多钱 我真的想成为一个 在市场上人家会 觉得这个人不错的一个人 那那个时候我不想打工 然后妈妈给我第二个选择 妈妈讲说去台湾 看一场领袖表扬大会 那个时候在2017年3月份 3月18号我就去了台湾 一场领袖表扬大会 那个时候 差不多也是这样多人 多一点点 然后我就看到有两个人 那个时候台湾没有飞马 只有两个人从菲律宾调过去的飞马 穿白色衣服的 然后我不懂什么是飞马 我看到飞马在那边的时候 我明明是坐很后面的 我就突然间坐到前面 然后再坐到前面 然后再坐到前面 然后那天过后 我就跟我继续讲 我要坐飞马 然后 什么是飞马 什么异形 什么都不懂 所以那个时候 为什么我觉得rearray可以做呢 这张照片是表扬大会完的 过后 我就看到刚好 就跟Mr.Andy一起 跟Jimmy up一起 在吃一个晚餐 然后他们就开始吸我的脑 他们跟我讲 在rearray里面 成功的人都是这种高度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们 那个时候进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 Kim Lee大哥 Victor大哥 然后四田大哥 然后他们每次 都是吸我的脑的 你看 他们 你看这样的高度 恐怖可以成功的 然后就走过去 他们 好像一样高 这样呢 所以我跟你们讲 刚才Maybell 讲的那个产品 真的是很好 跟你讲那个产品 什么pattern的样子 你要怎么 你要怎样改变都可以 可是这个产品 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就问Viktor大哥 我讲Viktor大哥 你吃的产品吃几年 他讲吃了12年 我吃了7年 我们从来没有高过 看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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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过后 这个就是我的 我的 这一场就是 那个表演大会 我们就去前面 前面拍照 拍照 然后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很想要再re-rate成功 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 很多时候今天 今天是谁教你 谁教你 产品 谁教你制度 谁教你re-rate 怎样做的 很多时候是谁 就是推荐你那一个人 就是你的三线 就是推荐你那个人 或者你三三线 那个时候 我的妈妈在新加坡 我的三线是采哥在台湾 然后 我的大理打Mr. Andy 说 跟Mr. Andy 你那个时候已经飞了 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进来罢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很想要学re-rate 到底是怎样做 我不懂 不懂要去哪里 都懂到怎样开始re-rate 然后那个时候采哥打一个电话 他讲Lester 去公司 那个时候还在Kotata Masara 去Kotata Masara 你走进去 你找一个BD 你跟他讲你要学re-rate 你要知道re-rate 你要知道re-rate 讲座 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感动 我就走进去公司Kotata Masara 我记得 我就见到一个 我的恩人 就是我们的Nelson 我们的法育部manager Nelson Nelson 是教我怎样 谈制度 什么是OPP 什么是公司的东西 是Nelson教我的 所以 真的我们给Nelson一个 一个掌声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 开始的时候 你问我难吗 没有钱 生意失败了 人脉也差不多七七八八了 因为没有信用了 然后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妈妈是叫Mins Penny 给我一套产品 然后妈妈是给我一个五百块 然后我就这样开始了一月 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 你看 今天25岁的一个年轻人 你要去市场上 跟人家讲成功 讲产品 容易还是难 不只难 它比贵还要难 很难 为什么 第一个东西 因为你年轻 你要这样跟人家讲健康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今天 这样一个年轻 你跟四天大哥讲健康 四天大哥会讲什么 刚才Alex大哥 他讲talk to my hand 四天大哥会讲 talk to my 10 hand 他也不会理你 那个时候很难 我跟很多人 那个时候我跟很多大老板分享 跟很多老朋友分享 他们也不相信我 最终的是25岁 你跟一个 比如说跟victor tan 这样的老板 你跟他讲reway可以做 他会看你什么 他一定讲 这个小孩子在玩弥撒 百分之百是这样 所以前面 我记得 两个月 我 我那个时候 见了两个月 我见了100多个人 那本书我还有写这 我一瓶都买不到 到最后我去的 见了一个以前的老板 最后他跟我买两瓶 他跟我买两瓶 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啊 开心到 那个时候在Sotia City Mall 他跟我买两瓶 我跟我跑去厕所里面 我打电话给才哥 我讲才哥才哥我飞马了 他讲飞马 你卖了多少 我卖了两瓶 他看你死笨蛋飞马200套了 哈啰 我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成功了 我卖了两瓶 这个时候 前面的过程就是如此的难 可是你问我 很想要放弃吗 我真的很想要 很想 没有讲到百分 没有想要放弃 因为我没有东西好做 你问我那个时候 有这样的念头吗 百分之百是有 我还记得 你看 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只是想 我们只是想要 大多数我们都会放弃的 就当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本身 为什么今天我们来做任意 我们看到了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跟我自己讲 我真的很想要成功 我真的很想要做飞马 我真的很 知道吗 今天我能够坐在这个位置 能够坐在Majie旁边 能够坐在Jolie旁边 你知道这个是我 很多时候 以前刚刚在后面的时候 一直在看这些大领导 他们其实在前面 他们聊什么东西 他们在谈什么东西 我很想要成功 我很想要成为 像每一个大领导这样的 这样的 在前面跟他们一起聊天 所以那个时候 坐坐坐坐 你看 今天 今天 我们的家人 当我们跟我们的家人 分享River的时候 我们的家人 你会相信我们吗 会吗 百分之百不会 所以拒绝我们的人是谁 家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卖两 卖一套给我岳父的时候 我还记得 所以 我打电话给我岳父讲 我讲Uncle 那个时候还不是岳父 Uncle你可以 等一下我回来 我载你 我们去喝茶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产品 然后他进我的车 他一进车 他第一句话跟我讲 我没有做直销的 我没有做直销的 我说没有没有 我只是要跟你分享产品罢了 然后我就去 我就找他去跟他去咖啡 跟他分享产品 我岳父是很疼我的一个人 我跟他分享第一面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跟我讲 好我要买 那个时候十大手手 我讲不可以买 要听我讲完些 分享第二面干细胞 他讲他要买 我讲不可以买 你听我讲完见证先 我谈完见证后 他跟我讲 好了好了 我给你买一套了 多少钱 然后我跟他讲 十一千 三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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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跟我的岳母,那个时候Auntie 我说Auntie,Uncle想买一套给你一起吃 我岳母指着我 他讲,你这个没有用的一个年轻人 叫Uncle买酱贵的产品 那个时候我整个人怕 我整个人,哇怎么办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老婆的哥哥跟弟弟就回来了 那个时候没有钱的时候 真的是很自卑的 我坐在客厅我不敢看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 当然他们今天,他们两兄弟都是非嘛 真的需要给我们的Janson整个一个奖励 可是可是还没有,还没有 他们走进来的时候我不敢看他们 头弟弟的,因为怕给他们骂 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老婆回来的时候 我老婆一眼看下去就是母老虎 我老婆就捞我上去 刚才你卖,听说你卖东西给我爸爸是吗 我讲对 多少钱? 是1888 他直接看着我 他讲如果今天你要我爸爸吃产品的话 你跟我讲我会买给我爸爸吃的 可是我心想我跟很多打工人谈过了 但是打工人都没有跟我买啊 然后那个时候 他指着我,他叫我退回钱给他的爸爸了 我那个时候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很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身边的那一个人都批评我 都骂我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我永远记住了那天晚上我坐在客厅 我一直哭,我一直哭,一整个晚上我没有数 我跟我自己讲 有一天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因为这个市场上,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想知道你的过程多难 所以那个时候,你问我,当然讲是怎样讲,有没有一下子没有 前面那个两年 你看,前面那个两年 我用了六个月,讲真的我很羡慕很多人以前 为什么那些人进来直接一星,一进来二星三星 我卖一瓶两瓶,一套都卖到过生活,每一个月都是卖一套两套过生活 两年,过这样都什么的 可是我真的要成功 我真的很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就 六个月做到OneStar 两年,最近两年做到,一年半两年做到TreeStar 然后一直上不来 我记得,永远我记得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在香港 这张照片在香港 before我飞香港这个时候 before我飞香港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西部,我是西部人嘛 在KL,我在做工的时候 我在KL的时候,有一个人跟我讲,在西部有一个人中风 我的亲戚中风 他叫我飞回去西部跟他分享产品 那刚刚新做reway的人 你会不会一个人跟你讲,一个地方有机会 你会不会去 我那个时候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钱啊 就回去西部 跟那个人谈谈谈谈谈谈 然后那个人就 就最后也没有满 可是我要飞回来KL 因为为什么 因为 那个时候我要带这个三个人去香港 我要带这个三个人去香港 所以那个时候,我带这个三个人去香港的时候 然后,你看刚才 Vitter讲 Vitter讲的 Vitter讲的 今天在这个行业我们赚到钱 我们是比较要贡献 因为老板是这样做的嘛 那我们看到我们大领导Mr Andy 非常贡献的大领导 什么都是去支持自己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样 我们会不会去 会不会去 会不会去复制他 会 我带这个三个人去 去香港的时候 赚的钱 全部买他们的香港机票 买他们的住宿 去到香港的时候 Before去到香港 我记得 我老婆那个时候 怀孕我的大女儿 住在医院 那个时候我老婆 流血 为什么? 因为她胎盘比较低 所以她胎盘比较低 她就会摩擦 她就会流血嘛 所以这样的pregnancy 她就要躺在医院 我记得我从西部回来KL的时候 我直接到 到机场 是驾车 去到医院 看我老婆 那个时候也没有钱 很迷茫 很多时候 到底我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那个时候是2018年的96 然后去到医院的时候 我的老婆 在医院 她躺在那边 然后掉水 然后去医院的时候 我就 那个Gard不给我进去 我跟我 我跟Gard讲Gard 我求你你掉给我进去 因为 我的 我明天 我等下6点要回香港 如果我没有看到我老婆 我就这几天 我都不会看到她 我前几天也没有看到她 你可以给我进医院看她吗 Gard 我一直求她 然后Gard给我去看我老婆 可是我一看我老婆了 老婆后 我们两个 面对面一下 看眼睛一下子 然后 我们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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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讲 老婆我 我累了 我要回去休息 我们 我要 我要上飞机 然后我就 走去电梯里面 当我走去电梯的时候 我就一直哭 一直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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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打电话给我老婆 老婆也一直哭 不知道为什么哭吗 因为 我没有办法看她 因为 那天我还要 我还要飞去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 我还 我真的 我们真的很想 我们真的为了钱 我们真的 我们真的想要把这个家做好 所以那个时候 他讲 不用接老公 我知道你还有责任 你去 可是他也是一直哭 所以那个时候 去到香港的时候 然后 有钱吗 也是很辛苦 非常的辛苦 那个时候去到香港的时候 没有book房间 我没有book房间 因为 没有全部房间 我已经book了房间 给这个 我的 我要影响的人 然后我就找到才哥 才哥住一个 Presidential Street 然后 我就 那天晚上grouping grouping 然后才哥讲 诶 你房间book了 诶 你不是住别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没有 等下等下等下 然后就想办法 想办法 想办法 才哥 其实我没有钱 不办法 可以睡你这里吗 当然感恩啊 没有钱 我还可以住在Presidential Street 那个时候 可是那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 才哥就出门了 他就飞去台湾了 我在 我原本记住了 那个Presidential Street 他的bath tub 是看着海的 那天早上 才哥朋友在了吗 Presidential Street 就是我的了 我就 我就睡在那个bath tub里面 我只看着那个 那个海 那个香港的那个 ocean 我只跟我自己讲 有一天 我真的要在Presidential Street 或许大城的 百分之百要走到 所以当然那个过程 慢慢这样拼 慢慢这样拼 到我的女儿出来的 这个是我的女儿 其实我找到很久的 不要放这张照片 但 我的女儿是早产的 她今天有来 女儿现在可以很健康 百分之百 非常健康 因为不坏了 因为不坏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跟我讲你难 如果你跟我讲你想放弃 你真的要 真的要 好好放省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 我女儿在医院的时候 在ICU 她叫 NICU Neonatal Incentive Care Unit 我要走进去看 我每一天 我的老婆生了不后 我老婆又不能够看她 又生了不后又有 Depression 就是 那个Depression叫什么 那个意思 早上去拿她的奶 去到医院 给我女儿喝 去到医院的时候 每一天就是surprise 因为你走进去医院的时候 明明女儿昨天是好好的 后天她是在 今天进去她在箱子 明天进去她在 插更多的管 大后天进去她打针 大后天进去照灯 再进去 推去后面的房间 比较严重 常常进去的时候 都是 都是很奇怪 都是很多surprise给我 所以你想 那个时候 老婆在 在作业中心 女儿在NICU 那个时候 还要去找钱 为了养这个家 就是要还要还医药费 在NICU 去看到老婆这样 看到孩子这样 我出来市场的时候 还要跟人家讲reway可以成功 我还要去影响人家 跟人家讲reway可以成功 那个时候 难还是容易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要一直 跟我自己讲reway可以的 那个时候 没有办法 只有一条路 只是跟Editor讲的 走多一步 真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走多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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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很感人 那个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 4月份 Miss IBC 讲 所以接下来 谁可以做 one star的三个月 456 马来西亚就包飞机 去 台湾 台湾 我跟你们说 其实很多时候我down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很想要什么的时候 又很迷茫的时候怎么办 就找回那些以前的video 就是四天跟他讲的 来那个 那个 他讲 那些video 我就找回很多 T-millionite的video 很多 Pegasus 9的video 表达大会的video 就一直激发我自己 其实 在这些video里面 拿到很大的力量 因为很多时候我很想知道 其实这些大领导在里面 谈什么东西 其实你们在店里面 你们讲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知道那个内容 然后高峰会议是影响我最大的 每一次我都很想知道 因为Mr.Andy跟Miss Mandi 去了高峰会议回来的时候 Mr.Andy就是好像一个火山这样 他回到来 我们开会 他就是火山 然后我就很想知道 其实高峰会议是什么东西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希望有一天可以跟公司 去公司的一场会议 就是这个 哇真的 真的reway是一间不一样的公司 非常用心 非常细心的一间公司 我去到这张 那个飞机的时候 包飞机的时候 全部是reway的logo 那个时候 这个是影响到我们的 然后那个时候 Mr.IBC 还拍这张照片 然后放在我们的房间 每一天晚上给我们两粒potty 4点是两粒5关键了 然后 放这个 这个照片在我们的房间 哇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公司是对的公司 因为他很用心啊 所以各位预导人 今天如果你还坐在后面的话 你还感觉不到公司对你的用意 公司对你的用心的话 细心的话 真的 拼 还坐在前面 你真的会感觉到不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一场过后 那个时候 很感恩Mr.Andy 他就问我 那个时候我们也是 一直做一直做能够不能够 Mr.Andy就问我 Lesson你真的要成功吗 我真的想成功Mr.Andy 他讲一句话罢了 你做孔雀 我就教你这样 这样 大飛马 那个时候是2019年的六七八月 六七八 那个时候 一粒都没有送 七零八了 我们就不懂怎样做啦 我们就不懂怎样做啦 总之 就是知道一个东西罢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 因为Andy答应我一件事情 他讲你做到飞马 我跟Mr.Penny一定教你怎样做 哎做到孔雀我教你怎样做飞马 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片书官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去fight 很感恩 很感恩 那个时候 当然了过程 没有这样简单 还有很难 我不谈 就做到飞马 哎做到孔雀 然后就去了公司的一场高峰会议 我跟你们说 高峰会议是一个 真的一个很大的力量 很大很大的力量 然后就在这个在曼谷 曼谷的一场高峰会议 做到孔雀 所以 那个时候 做到孔雀的时候 Mr.Andy跟我讲 他讲Lester 好来我们走下来我们谈 怎样做飞马 就给我很多 可是第1个月刚刚过不到 第2个月也是 每天哭啦 找Mr.Andy 他帮我打卖 打卖然后给我方式 然后又给我 然后又做 当然我要跟你们讲 你们知道吗 今天你打飞吗 你没结婚吗 不会啦 你如果有比较正常的人打飞马 不会结婚的啦 打完过后啦 打完过后 我跟你们讲 我打飞马的时候 是我结婚的时候 10 12 12月1号 我结婚 差不多了 等下你看 有了 那个时候 非要不可做到 真的非要不可做到 非要不可做到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打10月的时候 11月份第2个月 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真的很感恩 Mr.Andy 他给我 这辆车架 他后面有个故事的 那个时候 我12月1号结婚 12月1号 我要结婚 我 11月 27 28 29 30号 我还在组业绩 我看到的每一个顾客 看到每一个人 朋友介绍 还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 Unty Uncle 我真的 我明天要结婚了 你真的要帮我 你没有帮我的话 我明天不能够结婚 Unty Uncle 你差几套 Uncle我差三套 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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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套了 三套了 你们不可以弄弄弄 要结婚啊 那个时候 我记得27号 那些顾客问我差几套 那些 我跟他们讲28号要结婚差三套 28号跟他29号要结婚 也是差几套 可是讲真的 今天如果我们用心 没有人不会帮你 市场上 成功的人 市场上 都会想帮 会帮自己的人 如果你真的用心 你用心跟他谈 他一定帮你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 29 30号 我谈完了过后 然后那个 我去 最后三套 我跟那个人讲 我真的差三套 他真的帮我 然后我就去了Mr.Andy的家 我永远记住了这个画面 真的很感恩Mr.Andy 我就嫁我的Honda City 那个时候我叫Honda City 去到Mr.Andy的Kajang Country 还有Mr.Andy的家 我嫁 Honda City进去 然后我嫁Ross Croyd 出来 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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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Kajang Country Hide去到Dama Sara Honda 半个小时 45分钟的路程 我嫁了一个小时半 为什么 因为不敢加快 加40罢了 可是就是因为这辆车 我下个月我就出了我的S400 为什么 因为我坐在Ross Croyd 原来Ross Croyd 是完美听不到那个声音 然后非常舒服的 过Bump好像 没有过Bump的感觉的 百分之百被影响到 那个时候 然后 真的 Tawang的顾客 去拿车 去搬车花 然后 才去准备结婚的东西 跟老婆一起 然后更天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看到那个人是谁吗 你们看到那个人是谁吗 我在穿蓝色的裤子 不是黑色的 我没有带瑞卫品 旁边那个是我老婆 你知道我每一个顾客 我给 每一个顾客 你们还会 你们是给 韩国啊 还是什么啊 我给Slippity的每一个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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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Potable后 Mr.Andy上去帮我做Closing 所以还要再结婚多一次 真的很感恩Mr.Andy 所以你看 今天如果你 你一定要的时候 什么方式你都会去 什么方法你都会去 因为 因为我们没有后路好多 所以很感恩那个时候 那一场过后 我真的做到飞马 在2020的 那个时候我28岁 那个时候28岁的时候 我就被激发了 因为做到飞马 那个时候飞马没有很多 那一年2020年飞马 就200多个 我被表扬的时候 然后我从那边出来 那边出来 然后 我是最后一个做到应该啦 我一将 Live hit 一秒不见了 然后他们叫我下来 下来 然后 刚才 Dictor大哥讲得好笑 那个人走路 看了这样 我真的 飞马这样吗 被激发 然后看到以前飞马 二飞马三可以讲话 我觉得我是最所有的那一个人 每次一做到什么时候 那个不会讲话 没有高峰会议什么 等下我会讲那个 可是今天你看 今天如果你想要 还是你一定要的时候 不过 付极一切的代价 你都会去做的 这个是那个时候 我很感恩 Ms Penny 她在2021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 一个英国的飞马出来 那个时候我就刚好 机缘巧之下 我就认识到我英国的 那一个同事 我就跟他 谈谈谈谈谈 然后我们就开始配合 当然这个8个月的时间 他这个 这个Suda 他就做了飞马 当然我要赶了一个人 就是我们的Mr.David Yeo 谢谢你赶了你 那个时候Suda讲要打 我跟他讲打飞马 所以他不要了 David过去跟他讲 讲讲讲 然后Suda打给我 Actually Pegasus is not very hard We can go for Pegasus What 然后我就跟他 David跟他讲什么 David跟他讲 哎呀 very easy only 然后David跟他讲 如果他真的打 所以如果你们那些 讲英文的 不想打的话 你打给 你把他打给 David跟他谈 他的英文很好 我们给David做一个 热热撒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你看 很多时候 我们在做英国的时候 以前 他们早上 我们晚上 很多时候 开会 半夜 开会那个时候 公司 晚上开会 还要开书 然后你知道吗 付起多大的代价 多大的代价 钱不见 祸不见 祸充功 祸坏 多少 我跟他讲的那些祸 如果没有参与的想法的话 你也放弃了 我不见了 很多很多的祸 上百套都有 真的 可是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东西 我一定要做 Tim Supreme那个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老婆上来 跟这个苏打 这个飞马上来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 整个十二月份的 过季货 一月份季货的时候 这里有差不多 一百多套 一百二十多套 放在货款里面 一个月进步出去 那个时候很多问题 一百二十多套那种问题 几乎要退货的时候 跟你讲 要用死的 可是坚持坚持坚持 我最开心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 对 我去Boland 看到 英国的飞马 还有这个机会拿这个 金剪刀 开场 当然 小弟我没有这个机会 可是看到我的 同事有这个机会 算吗 算 我给你看一个 比六 比六 好 好 小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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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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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Fight,可是Fight到的時候 高輝輝一直飛馬屍 我那個時候飛馬屍 應該應該就被激發 當然那也不談 好啦,今天為什麼要在Revay 因為在Revay的成功率很高 在Revay的成功率比外面的市場還要高 今天你不會成功,不用緊 不用緊 M.Standy每次講的一句話 如果你不會成功,不用緊 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你複製就可以了 你找一個成功的人 然後你看他做什麼 你就跟他做什麼 他謙卑,你謙卑 他勤勞,你勤勞 他學習你學習 他認真你認真 你百分之百跟他 就是很感人的 我這幾年來一直看M.Standy在做什麼 M.Standy在做什麼 他們怎樣對待他們家人 我就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想辦法跟 一定跟,一定跟,一定跟 在Revay裡面 自然而然的 你不知不覺的 你注意上來 真的需要給Revay一個掌聲 那,第二個就是教育 我很感動Revay 真的,M.Standy曾經講過一句話 Revay就是一個學驗 真的 Revay 今天 以前 是非常糟糕的一個年輕人 在Revay裡面才學的怎樣做人 因為有句話是這樣講的 會讀書 不如會做事 會做事 不如會 做人 你會做人 你做什麼都成功 很感人 Revay 講真的 我今年32歲 在Revay 7年 在Revay裡面 學的東西 真的 我看到我的朋友 我看到我朋友全部很會讀書的 很多律師很多醫生 全部工程師 很厲害讀書的 可是他們在市場上付出的代價 跟我們在Revay付出的代價 差不多一樣 可是最終最後的結果是完全不對比的 很感人在Revay 所以 在Revay裡面 我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第三個 就是文化 你知道嗎 我很感人前排的領導人 很多領導人 在我的生命中 在Revay裡面 都是我很大的鼓勵 比如說哈姓 八姓 每次我看到他的時候 他每次跟我 他每次幾句話罷了 哇 look good look best 每次都是鼓勵我 你知道嗎 是種的鼓勵啊 真的是敬我的心 因為八哈姓的樣子 是很老實的 怎麼你們這樣笑 還不老實呢 老實呢 他 哇 講真的八哈姓 我每次看到八哈姓的時候 我走去他旁邊 跟他一樣高這樣的感覺 哇 每次鼓勵我 比如說 啊 啊 David Yaw 每次在外國看到他的時候 Mr.David Yaw在外國看到他說 他每次是 笑容 然後也是鼓勵我的 比如說 我們的大領導 Alex 跟Vivian Alex跟Vivian 是我最喜歡看到他們的 他們是 你看到他們的樣子一定笑的 他們是 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 不爹看到打開蓋 很 很 nice 的 很 nice 的 人來的 然後 比如說 Victor大哥 跟 Kim Lee大哥 真的 每次看到他們的時候 在外國 他們每次都會 鼓勵我 欸 真的我看過 我看過你啊 以前 就是每次你一個人來回 每次你堅持堅持 今天我看到你這樣喔 每一次他們都是講 他們的話是一樣的啦 那幾句話罷了 可是永遠咋在我的心了 真的 媚姐 每次在外國看到她的時候 媚姐 每次在Europe看到她的時候 也是一模一樣的 Jolie 還有二十點大哥 所以在Vivian裡面 你要失敗啊 很難 因為在這裡有很多人 比你更擔心你的成功 對 還是不對 對 真的給Vivian一個熱熱的掌聲 最後一個 文化 我記得這個時候 我真的是沒有錢 我帶了三個夥伴去香港 四個夥伴 也是很熊 那個時候 然後帶夥伴去 那個時候 要去吃早餐 然後沒有 沒有沒有 那個Hotel吃早餐很廢 幾百塊一個人 然後把來帶他們去外面吃東西 然後Angie看到我 Angie講 來來來來 一起吃早餐一起吃早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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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Angie 不要啦 別講 啊 放你給啦 放你給啦 你看 在Reway裡面 講真的 這個就是Reway的文化 我真的很感恩 Mr. Miss Angie 所以 今天 Reway 你要在Reway成功 你就需要一個東西 就是環境 環境就是結果 剛才我們就跟Mr.大哥我在後面談 他是講 其實環境真的很重要 他講 如果今天你真的在有能量的人 你去獎卜在 你最終之後 你會變成家的一個人 然後想想想 後果已經是有道理 真的 可是講真的 各位家人們 來 坐在這裡前面 他種的環境很爽 他種的環境 每 他們給你那種 力量 你要失敗 懂嗎 因為 Reway 每一個人都是在這 自己是正面的 對不對 外面的環境 每天 喝酒聊天 講負面 可是在Reway前面 每一個領導人 你聽不到負面的 你完全 找不到一個 負面的東西 他們都是會跟你講 積極的 他們都會跟你講 我們一起來 最重要是什麼 Mr. Andy 看到每一個人的時候 看到哈城那 看到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 積極的 都是給力量的 都是積極的 Mr. Andy Mr. Andy 就是講一個家人人 所以 真的很希望我們給Mr. Andy 和Mr. Penny 多一個人來講 所以 家人們 今天 我希望我的這個故事裡面 從以前一個 一個 一個主面 一個雖然有讀書吧 一個沒有用的 一個年輕人 就把他講要成功 行動 完全符合不了 在Reway裡面 一直這樣拼 一直這樣拼 環境 沒有環境 全部都是假 環境逼出來 環境逼出來 到才會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小小的一個這樣的成 結果 所以我一直在想 我要怎樣跟你們談 最後的總結 這個故事我談過 在去年 在前年 在古今 跟我談過 因為這個故事我一直在想 他是對這個主題 最能夠搭配的 各位家人們 這裡誰希望成為講師 我們全部都希望成為 VV的講師嘛 對不對 我在202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2月份我看到 我看到George 被選到講師的時候 然後 然後 多一面的時候 我就被選到講師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 YES很興奮 YES 終於啊 終於 終於 可以成為Reway的講師 YES 然後那個時候 剛好我被選到哪裡 也被選到古今 2年前 5月份 2020年的5月 那個時候 被選到講師的時候 我的 我的 我是在古今長大的 我在沙羅瓦長大的 西部是一年不近七年 然後那個時候 我是 我是從小到大 是給姑姑 姑讚照顧我長大的 所以我姑姑姑讚照顧我 到我17歲 我姑姑 以前是在 Middle East 是叫東中做故事的 姑讚照顧我 然後我18歲 就去新加坡讀書了 然後那個時候 這10多年來 12年 我都沒有跟我的姑讚 姑讚聊天 都沒有跟她講話了 12年 但在 當我 當我做到 可以被選到講師的時候 那個時候 我就很興奮 我就覺得 Yes 我終於可以還我姑讚 一個清白了 因為我是 我跟你們講 我是很壞的一個年輕人 我是很糟糕的 有多爛 你都可以想到 我是很爛的一個人 那個時候 我14號做工廠 10號 我收到電話 早上 我的姑 我的姑 不打電話給我 她叫阿伯 你 立刻 現在回來 姑讚 現在在ICU 應該幾天晚上過不了 然後那個時候 我就那天晚上 我就立刻飛回去咯 我飛回去的時候 我也看不到她 因為她在ICU 隔天 我就看她的時候 我的姑讚 是在這個 就是躺在病床那邊 整個人種種 黃黃 種種是腎不能夠用了 打�百合体育 打抹妻 打抹妻 然后整个人走走 插管不能复习 那个时候 我的表弟 从储备未来 很多年没有看到爸爸三年 MCO reappe再cc u 我很久没有看到我鼓ểm 然后看到我的鼓掌这样 然后他的家人全部一直跪在地板 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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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天晚上要死的 姑姑是一个很高的故事 她一直打药不要给她死 因为他们有句话这样讲 如果晚上死的话孩子找不到吃 早上死的话孩子还有三餐吃 所以她留到各天早上 我记得在11点39分 2022年5月12号 我的姑姑看到我护士很辛苦的时候 她就叫那个护士 她就把那个switch一个一个关掉 她叫护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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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护士就看到那个心跳 然后鼓站就慢慢黄色掉 然后冷掉 那个时候 12号 我鼓站死掉 14号是我的分享 我勤劳吗 我很勤劳 我在市场上拼啊 我差两天 她死掉的那一天 我在我走下来的时候 我的表弟跟我讲一句话 其实这句话我没有讲过 他跟我讲一句话 我爸爸等你12年 一通电话你都没有打给我爸爸 我要孝顺 我都来不及了 12年 那一天我在分享的时候 我的 鼓站出兵 我是第一个分享者 我分享完了过后 去Fanera 一半的过后再回来 我没有时间孝顺 因为我一直以为 我可以想要 我一直以为我有时间浪费 我是一直以为 我家人还有时间 爸爸妈妈还有时间 今天 我们真的 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平台 我们一定要啊 因为 我们没有多几个 爸爸妈妈 我们只有一个爸爸妈妈 不是这个时候孝顺 不是这个时候去拼的话 还有几时 明天 明年 你跟我讲成功难 明天 明年 遇到一点问题 很难下雨 塞车 他拒绝我 他骂我 他比你的家人 还要重要吗 没有 我们的家人最重要 所以各位家人们 我 非常的感恩 今天能够遇到这个平台 能够在这个年纪遇到这个平台 真的是我们的福气来的 所以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人 今天是你的福气来的 不要讲 不适合我还是什么 给你一个机会 看一看 有可能今年将会是你的人生的转业点 祝你在2024年 在这个龙年行大运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 请就坐 的确就是这样 先给Lester一个掌声 年轻 所以有故事的人 不一定是有年纪的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本身的故事 对不对 他讲的的确也是太正确了 人性就是这样 的的确确每个人都一样 大部分不可以说 每一个都一样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有的懒 我们就继续的懒 有人帮 我们依赖别人帮 我们就继续的依赖别人帮 很难说 会想要改变 因为改变是最难的 举个例子 各位 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坏习惯 有没有 不管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就好 你不需要告诉别人 你也不需要告诉我 你自己知道就好 可能你是一个坏脾气的人 可能你的脾气很暴躁 可能你好赌 可能你甚至是好色 我不知道 先听到这个字眼 是不是 我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有可能 你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 也有可能你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 看他的层次是道高还是低而已 每个人都一样 那我问你 这些所谓的坏习惯 是不是今天你才发现 不是的 有可能很多年前 五年前 十年前 乃至十八年前 二十年前 甚至是三十年前 这个某些坏习惯 就已经伴随着我们 同意吗 你看 很多人就是这样 几十年前 三十年前 他坏脾气 三十年后的今天 他依然坏脾气 十五年前 他没有钱 穷困潦倒 十五年后的今天 他依然穷困潦倒 你看人性就是这样 有的懒 他就继续的懒 有的依赖 我继续的依赖 很难会遇到一个情况 让自己去改变 同意吗 什么时候改变 总打击了 后悔了 那个时候 很多情况 后悔都来不及了 所以有时候 这样的一个领袖培训会 我每一次 有些领导人所谈的 他的有某些故事 我的确也是有听过的 不过每一次分享 我都会提醒 我自己本身 我要改变 不需要说 马上做一个大改变的 至少说 进步一点点 如果你过去觉得说 你不够勤劳 从今天开始 勤劳多一点点 如果说过去 你很负面的 那么因为这一天 这场会议 你改变一点点 积极一点点 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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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继续的坚持下去 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到 你会有很大的突破 每个人都一样 我们今天来互相提醒 也非常感谢 Lester 把自己过去的 所谓的舱发 都已经接出来 为了要提醒 给他一个掌声 刚才我说的是 大部分的人 有的人 就不需要遇到 这个情况 有的人一出道 就是巅峰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有些人 他不需要经过打击 有些人 他一开始 可能在他人生过程中 有我不知道 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 就是说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进来立位前期 我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我 突然间 这个人跑出来 脱颖而出 前面的领导 不是开玩笑的 各位 每个都是 非常非常厉害 了不起的 突然间 这个人的